中学生成员入选无奈 找代言搜狐娱乐讯 编译Dominion 除夕夜 举办的第67届NHK红白歌合战 AKB48出场48人日前 已通过一般投票决出 AKB48渡边麻油 SK48松井朱里奈 NMB48商文采 HKP48成员制原力奈 以及NGD48成员北 袁李英等48人入选 将登上红白舞台 此前AKB系组合舞团宣布 将在全部342名成员中通过 投票争选出48人 登上红白舞台演唱 投票通过NHK红白官方APP进行 每人现投一票 红白总选共收集到46.856万张选票 具体甄选结果顺位 将在红白当天正式发表 并按照当天选出的顺序 决定站位 不过由于选出成员中 HKP48两名成员是吹奈子 田中美酒音年龄 限制不能在晚9点的电视节目中出场 因而官方决定SK48北川零巴 红田沙力主带为登台 是吹和田中将参与 天同发美演唱曲目的姻缘 分享 在相关阅读 耿乐新年活动暖力全开 浪出示范冬季朝达搜狐娱乐训 近日 耿乐出席某品牌新年活动 现场一身咖啡色休闲西装内 衬格在马甲 白色衬衣与西服口袋内衬的花纹手巾 更是点睛之笔 水洗单领牛仔搭配与外衣 铜色短靴 显得轻松活力朝感十足 活动现场 耿乐也与主持人幽默互动 气氛愉快 妙语脸珠的对答更是被粉丝 称暖度十足 在采访中谈到青春与梦想 耿乐坦元走上演员这条路有很多 这因缘际会 当年还在中央媒院读书的他称管虎导演 是自己演艺事业的领路人 感谢他在操场上看重长发飘飘的他 开启了自己不同的人生 据悉 耿乐的最新电影也刚刚杀青 这次他挑战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自己在表演的过程中 也吸收了很多新的东西 潮来浪述的全新角色 让现场迷妹大呼期待 责任编辑 好家 UK 047 分享 在相关热读老公们的私房前明晚收官 左小青坚守中国幸福搜狐娱乐训 江苏卫视年度收官大剧老公们的私房前 江于明晚收官 这部由范敏 左小青 潘红等众多实力派演员 亲情加盟的家庭伦理清喜剧 历时近一个月的播出可谓是收拾口碑双丰收 剧中一种主演的精彩 演艺也掳获了众多观众的心 尤其是左小青饰演的贤妻 郑南南转足了观众的笑声和眼泪 左小青变身女战士守护家庭 中国幸福最近播出的剧集中 左小青饰演的郑南南与老公赵明浩 泛明是离婚的事情因为父母的到来而搁置 又因为老两口在中间的协调而渐行渐远 郑南南从最初的坚持不离到后来的心灰意冷 以至于亲口说出了离婚 再到后来二人的重归于好 再次收获幸福 其中的曲折过程在左小青精湛演技的诠释下 让观众们也看到了剧中的冷暖 自己收获幸福的大姐郑南南 重新挑起了大家和小家的重担 操心 完自己又开始操心姊妹 帮助姊妹一起重新找回幸福 私房前收官 观众不舍郑南南郑南南 在剧中不是外表最美丽的形象 亦不是最温柔的存在 却是个无法让人忽略的形象 所谓常见如母 郑南南可谓是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对外对内一把手 门里门外完美掌握 不仅是家中的主心骨 还是姊妹们的好大姐 这样的一个角色让人怎能不爱 私房前将于明晚 以完美结局收官 观众纷纷呼 喊不舍郑南南 更有甚者直言 娶妻就娶郑南南 对于这个角色 左小青也是感慨颇多 首次尝试清喜剧的左小青 觉得这是一次 很好的尝试 和范明老师和拍红老师搭档的过程 也很开心 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并且透露最近在录制综艺节目 跨界冰雪王 对于这个节目也承载了 左小青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跨界 第一次综艺 第一次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等等 告别郑南南 让我们共同期待节目里 最真实的左小青 责任编辑 好家 UK 047 分享 赞相关阅读